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泽巴奖全国面积有50%以上都是为山地 所以气候也比较温暖干燥 可是阿泽巴奖也被称为神秘的火之国 因为阿泽巴奖在古波斯语的意思就是火的国家 阿泽巴奖里面的other就是代表火的意思 所以我们会在阿泽巴奖参观火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Yanada 意思就是火焰山 这里面含有丰富的天然气 所以在混合石油后就很容易点燃 所以千年以来跨风下雨 这个火焰山都没有灭过 传说中在1950年代 有某个牧羊人不小心抽烟的时候 把这个烟地掉在地上 所以就在这个天然气洞上面点燃 所以这个火焰到现在就没有停过了 第二个我们就会参观拜火教神庙 它是最古老的神教之一 因为信徒会在火前祷告 所以也被称为拜火教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以前的房间就变成了展示厅 接下来我们就要参观这个行程另外一个 highlight 就是Gopasta National Park Museum and Rock Art Culture 那么这个National Park 它是UNESCO来的 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6000多件实惠与雕刻 详细描绘着历史前 人类的生活状况 动物战争 骆驼商队以及宗教舞蹈等等 这一些实惠的推测时间 大概5000到4万年前 代表石器时代时 就有人住在这里 那么在附近呢 我们还会有去参观 这个Mark Volcano 其实全世界呢 Mark Volcano非常的稀有 世界上只有一千多座 而有400多个 就是在阿德白家里面 运气好的话呢 你还会看到这个Mark Volcano 它会有小喷发